做得很漂亮 那现在有年轻人会喜欢这项运动吗 有因为今天那个年轻度要上班 没来 平时在宁波我们年轻人很多 就宁波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 就是让你们放一下服务诊 每个月有 经常放的 之前我们还有国外的人 国外的 跟我们一起拆家的 还是放那个夜光风筝 排体风筝 跟我们对他继续来 师傅你来 师傅吗 这位是师傅是吗 他那个是全国冠军 夜光风筝 全国冠军在这里 那师傅特别像号机 好像夜光他夜里视线肯定更不好 是不是放飞的难度会有一点点增加 那是有一点 他从他从可风的 他从可风的 对 对 他视线不好 师傅你来的 师傅你来的 他不会的 他自己也自己有给人家 师傅吗 这位是 我放开了 他能夺冠的时候是在每个城市 哦 在哪里夺冠军 夜光风筝全国冠军 全国冠冠军 师傅 那个 他 叶光他夜里视线肯定更不好 是不是放飞的难度会有 那请你 那请你 请你 你们这里请给我 沥水清田 还有 您不是 西江人 是吗 是 师傅 你来的 好 我 我自己也自己有给人家 师傅吗 这位是 你们是同一的 光剧同一的 在哪里夺冠军 叶光光跟强弘 叶光光 那什么没有 叶光他夜里视线肯定是不好 看你从事飞的男生做好 我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 十几年 那我们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其他代表 没事我们再逛逛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标明了他们来自哪里 我们看到真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然后浙江的 目前是看到宁波跟金华的 然后也有来自湖北的 湖北辽宁 泰州那边也有 我们可以采访 那个最大的是在那边 我们可以 我们发现很多 从事风筝 竞技风筝的选手都是一些 老年人他们也是说 退休之后也是为 比较空闲的退休生活 找一个乐子没想到就是 一下子就入了这个 上了这个影 然后天天就在安排放飞风筝 然后把它发生成一个比赛的竞技的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很大的一个淡紫色的鱿鱼 还是乌贼 他们也需要 特别宽阔的地方去放飞 师傅您好 我们采访您有问题吗 我说不会说 没事您是哪里的 瑞阳 你是瑞阳本地的 那我看见你的 你们的风筝是特别的出彩的一个 就体积上也是比其他好像大好几倍 这个风筝是你们自己 怎么定做的 定做的是吗 它的尺寸你还记得吗 能跟我们说 65米 65米长是吗 65米 那像它放飞的时候是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这么大的 对 这个风筝先放上去把它带起来 带起来了 它就自然 需要有个领航的一个小风筝 对 那用领航带上去 也是学到了 领航它放飞的时候 是跟我们平常放飞的差不多 先要助跑一下 然后拉一下 不用跑 不用跑 这种大型的不太用 拉不动的 然后看你们的配重也特别多 这个配重大概有多少种 一吨多 一吨多 对 你们这么运过来的 这个是啥风筝那里 是不是风大的时候 一吨多的可能也会被拖动 那拖不动了 拖不动了 这这么多 放飞的时候是跟我们平常放飞的差不多 那您从事这个竞技风筝有多少年了 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当初是怎么入这个坑 就是怎么洗完上这个风筝呢 这个风筝协会 我们几个在那里小晚晚晚的时候 后来就成立一个风筝协会 这瑞安的风筝协会 对 那这次我们瑞安可以说是东道主吗 在瑞安召开 你们的心情是不是特别激动 东道主 可是激动 大家都 我们整个瑞安都很开心 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来 因为前年也有曹村在 这里做了 这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嗯 本来去年也有做 去年以前就没做 那你们是不是也是不断挑战自己今年的 是不是难度 系数上在前两年有 一年比一年 好吧 每年我们这里是瑞安市 每年都是最大的活动 全国精英赛活动 搞一次 那像是您怎么找到就是志趣乡头的一些朋友一起来放风筝的 对 都是各路朋友都有啊 都在一起在那里放 像这种定做一个风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看你大小吧 你之前这个最起码要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不一定给你做 那如果那个城里忙的时候 你就半年都做不了 对 他这个很麻烦的 他要做起来也必须要给你放得起来 放不起来也没有用的 是吧 价格也很贵 那您想感觉今天这个场地啊 或者天气对放风筝有什么优势吗 今天 这个就是靠风 天气好就是靠有风啊 风筝就是靠风 没风就没办法 就是今天风好 嗯 天气好 天使利利人和的一个 对对 各方面都要配合 尝尝也比较宽敞 我觉得如果不宽敞很容易 他们打结打在一起啊 嗯 经常混在一起的嘛 你看前面都都混在一起的 那像这个风筝是不是类型叫做软体风筝 嗯 对 软体风筝 那像 那么瑞安还有其他那个类型的风筝会在这次亮相吗 很多的 还有什么 夜观风筝也有吗 夜观风筝也有 就软体风筝也很多 挂金很多 挂金风筝 人缘不够 人缘不够 我们瑞安还有其他那个类型的风筝会在这次亮相吗 还有夜观风筝也有 夜观风筝也有 就软体风筝也很多 挂金很多 距离面 人缘不够 人缘不够 我们瑞安还有其他那个类型的风筝会在这次亮相吗 还有夜观风筝也有 也祝你们在这次能够赛出成绩赛出特分 那我们再去采访一下远道而来的一些客人们 好 谢谢您 我们看到风筝真的是 来到这边才发现原来在全国各地都活跃着很大一批的爱好者 就是大到一些上海北京的大城市 小到一些县城乡镇都是有很多对竞技风筝非常感兴趣的人 这个特别颜色鲜艳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考验我们的认知能力 问一下放飞的师傅们 他们直接配注是一辆面包车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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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直接配注是一辆面包车 好像是本本地的 好像是 他们好像还在忙我们先 新手中针 我们先 可以 新手中针 这真的特别长 等会我们问一下他们尺寸 听口音像是本地人 本地的参赛选手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团队默契的 王老师傅们 真的挺吃力的 太重了 可能是温州是风筝的 风筝协会 我去问一下那些坐着的师傅吧 看是不是同一个队的 师傅你好 这是你们的风筝吗 你们是温州风筝协会的师傅 对 那这次也是来瑞安参加这个风筝大赛 特地来参加的 对特别来的 你们这个风筝 就是大老远就看到了特别的那个出餐 想问一下这个尺寸 您知道有多少吗 尺寸啊 多少长 该要给你讲 现在就属于他们也没有写下来回答我们 咨询一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这种大型 是真的非常需要鼓励和耐心的一个 咨询一下 辛苦 我们看到尾巴那边也有一些选手 尾巴是打劫了吗 那么几乎全队都上场 那边选手的后人了 这个风筝实在是需要太多的人 那这样我们先去找一下裁判长吧 了解一下这个赛制 先不打扰他们了 我们找一下裁判长 我们看到后站没多少人坐着 大家已经投入到了一个比赛的状态当中了 你看温州代表队也暂时是没有时间 向我们介绍他们这个巨型风筝 裁判长在哪里呢 这些是学生 我们可以稍微再抽一 是老师吗 裁判长 正好找你 你要不要先喝口水没事 没事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才也采访了那些 来自全国的 全国各地的选手也是很多见识 但是还是需要通过您 像我们网友风筝 他作为一个你的历史吧 简单的 那么我们的风筝 从改革随着国民经济的提高 百姓生活的提高 我们86年开始从威方到北京 天津全国各地普及开来 现在全国风筝大赛 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4月份 我们就有重州搞了一场赛 现在是这几天有北京 有天津 还有这个威方 还有这地方 就四场大赛 所以说我们中国风筝结会 现在每年计划 可能是要搞十几场风筝大赛 那这个赛程 我刚刚也好像听到介绍 我们瑞安市第一站嘛 对吧 精英赛 是全国第一赛 其他风筝赛 都是风筝节 或者国际风筝节 那么我们瑞安主要是打造的是 传统风筝精英赛 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风筝文化 同时也搞到了现在的健康的一种项目 那这次的赛制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看到介绍是分成了三种 一个是传统 一个是现代 一个是竞技 那你可以跟我们网友科普一下 这三种的区别是什么 是这样的 传统风筝是千百年来遗传 传统下传统下来 它讲究的是 按照曹雪芹书谱里边讲 是扎胡汇放四溢 这是属于传统风筝 那么现在空中飞的这些大型风筝 属于现代风筝 也就是现代结构 无骨架的风筝 那么我们竞技的风筝 由于我们的场地比较狭 让我们网友科普一下 这三种的区别是什么 是这样的 传统风筝是千百年来遗传 传统下传统下来 它讲究的是 按照曹雪芹书谱里边讲 是扎胡汇放四溢 这是属于传统风筝 那么现在空中飞的这些大型风筝 属于现代风筝 也就是现代结构 无骨架的风筝 那么我们竞技给大家 经济风筝包吮过四项 一是双线经济风筝 四线经济风筝 还有冲浪经济风筝 雪地的风筝 那就是对地气候 还有地势 东北冬天就会举办雪芹 在我们的家乡 就是雪地风筝之乡 对对对 我们也特别有机会的话 雪地风筝 好好欢迎欢迎 那像风筝的一个平坦标准 这样的 我们每一就有分几项 像我们传统战略本地比赛 就是其中有远次 硬板 龙肋 立体 动性 他的平坤标准 首先一点 塞方在我跟大家说了 按照曹雪芹 树虎讲的 渣 你会放 平坤 绑渣 和那个放飞机 那么 现在大家看到 主要是吃饱合理 而且线条 用蓝天作为背景 用风筝 那么就是把他讲 它就是一个话 哪一个话 你风筝的体现 它力度可以完成 这种裁判的 那个 您是裁判长吗 然后这个 裁判的组是怎么从全国选拔出来的呢 这个是由我们中国风筝协会指示派的裁判长 一般来讲 我们裁判队伍都有一点倾向 所以说这次是中国风筝协会派来的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风筝代表裁判队伍 那么其中还有技术代表 有我们这个老师 还有我们12个国家级裁判 担任本次风筝裁判 那像您就您个人就跟网友推荐你会比较期待或者觉得最激烈的这个金这一次的赛事会是哪一项 脚筑来讲 那先头进行的是串的最长和串的最多 是既要竞技有竞技项目 还有有激烈的挑战项目 而且观赏性串的最多 那么是既现在空增这个原体现代风筝可以说是观赏性最强的 因为它整个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远古鱼 它的整个长度现在来看就是60米 它60米 所以说我们后边你们看到还有产用还有很多 没有展示给大家 对 那我们还想采访他们他们正在出于紧张的阶段 所有人都投入了 因为这些大型风筝是对眼球是冲击力是比较强的 那什么样的天气就是适合放风筝举行比赛的呢 这个比赛实际来讲就是过去我们由于我们是农业大国嘛 在传统风筝比赛放飞有印象就是草长英飞二月天赴帝家柳穗春夏的季节是吧 实际来讲不是现在我们四季都有风筝赛 四季都有风筝赛 比方说我们春季一般来讲你看现在四月进入我们这个江南呢 左右 天天地头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进入天头 我们现在过去是在大城市赛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有印象或者乡村主要就把从我的传统文化补进来 是是是 对就是这也算是一种 一年四季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 因为啥呢 现在你看采访说了 现在春季等下个月逐渐转入中原河南了 这一带就是江苏了浙江了带上其他的西部 我就是看到就是现场放风筝的人年龄层次也是各种 都有一些退休的老的那种师傅他已经说放飞30年了 我看到这边也是一个职业高级学校可能有些学生也是特别 直接来讲风筝这一项活动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血脉之中 所以说参与的人参与的人啊 不同层次的层次都有老年人青年人追求一种文化 中年时尚 它是这一个特别普及门槛比较低群众参与性强的一种运动 那就是像我们就是也说到了风筝是越来越普及 那这几年您是中国是风筝协会的吗 那咱们在这个普及风筝作为竞技的一些努力呢 在大力推广的是竞技项目有运动风筝发现怎样 运动风筝还有雪地冲浪 雪地冲浪的风筝它属于极限运动 它既要在大海里拼搏雪地里面抗寒 所以说极限运动 但是也 而且在这里面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我们的冲浪风筝赢奥运 青奥运 青奥运 对 那像我应该也知道我们今年杭州就要申办那个要举行那个亚运会嘛 那你就是对风筝这个项目有什么希望吗 那大家我是有更大的希望以我们想借助亚运会的这个大的平台 充分的把我们传统文化展示给全国和展示给世界 因为风筝起源于中国现在已经大家知道了全国世界各地啊 每年都举行大型的风筝活动 刚刚如果要是亚运会归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线希望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的大型风筝展示给大家展示给我们全国各的观众 全球甚至是 对是的 好那谢谢您 谢谢您您先忙我们再去看看一些悬殊的一些备障情况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选手是进入了一个 我们看到这些风筝平铺在草地上也是相当的壮观 是 您好您是那个那个哈尔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的不是什么 哦你是昂州的哦那我们采访一下您可以吗 您这次放飞的风筝是有什么特色吗跟我们网友介绍一下 特色 嗯 每个地方的特色都有它一般呃一般是在风筝骨架的细节上 让每个南边或者北边或者各个城市 可以看到 这些帐篷里面每个帐篷挂一个龙头 其实龙头都是不一样的 嗯 每个龙头都自己的理解 是是是 大大的小的风筝都有 有自己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同 南方的风筝会轻一些 轻一些 因为南方的风筝是小一些 嗯 然后北方的风筝呢更粗犷一点 粗犷 然后那个能抗风能力也更强一些 嗯 那您今天放飞的风筝呢 现在在天上还是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已经收了我们软件结束 一会儿要准备放龙风筝来 龙风筝 对 就是也是龙头吗还是 对龙内风筝 龙身一条 那我们看到您手臂上可能也有一些陷的 很正常是吧 就刚刚我们采访了一个那个叔叔 他是说这个风筝是放飞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其实是蛮要注意安全的一个运动是吗 风筝这个东西呢 你说小了它是谁都可以玩的一个像 我看了说像专业的比赛的风筝你说实话拿出去 你在城市里就找不到放飞的地址 是的 它是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对 是要专专业的人来放 还是要小心为啥 那您主要也是 就是从软体风筝啊这种是吗 我主要是传统风筝 因为刚才发展介绍 他说风筝现在有些冲浪的把它当成一个目标以后去尝试吗 我现在目前很多的经历还是在传统上 那还有一个延续的 都去做这种风筝 外国风筝 那形势是很大的 那您是从事这个风筝放飞有多少年了 哇 这二八景就三四年吧 三四年就感觉你非常热爱这项运动了 你不热爱你待不住啊 这个东西 它能够作为一项飞移的项目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不被大众所能够正常生存下去的一项技能 对 可能提到放风筝很少人会联想到它会是一项运动一项禁忌啊 对 你说难听我做个风筝 你说我做半个月 我卖你三千块钱 那没个保姆工资高 人家说我玩风筝我花三千块钱玩 没必要 而且这种传统风筝还是不专业的人很容易损坏 传统风筝就是有骨架的是不是 对 骨架 像那种软体的没有骨架 对 软体的没有骨架 这个是一个龙森 你可以过去给我们介绍一下 没有 这是人家的 哦 人家的 哦 人家的 也有想看我们那边的龙森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些也是团统风筝吗 对吧 不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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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龙子里的 哦 现在保护的还挺好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哇 这条是中龙 龙森啊 龙森龙头 龙森还没看 到时候放飞会是这么一个效果 等一下你看到就知道了 还是很壮观 嗯 这种就是真的是 做工就是很精细的 对 是你们定做的还是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哇 这个要耗费多久 多少少人 多少少人啊 也没多少人做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做做一个人 也一两个月吧 嗯 你说起来 欧然七秒的 是非常不易的 尤其是对这种 传统风筝的一个传承和坚持 还是蛮感动的 我感觉看您也挺年轻的 哈哈哈哈 我算年纪小的了 对啊 我也觉得是 那您是大概是从就是说 比如说高中啊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 我从小了 我爸就做这个 哦 你爸那就更是一种传承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那谢谢您啊 没关系 我们期待一下这个传统风筝的放飞 我们看一下 现在 也是 地上是平铺着许多风筝 这个体积是平铺在地上也是非常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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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采访一下这个 这个看上去是跟我们 是有点像的 哎 您好 你们是杭州代表 哎 这风筝是什么 就是造型和类型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吗 这个是篡类最多 篡类最多 篡类最多 这个篡类最多 这个篡类最多呢 这个篡类最多呢 我们到四川去观众啊 什么都很受欢迎的 我们是今年新做的 新做的 哎 我们是188个篡人一篡 嗯 188 篡人一篡 嗯 这里就是有188个什么 有188个 在箱子里有一箱 哦 这个放飞技巧上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有讲究 我看你们也在解这种 特别容易打解啊 都在那边骑子上 然后那头骑子 然后 然后 那头骑子 那头骑子 然后 都做了 都做了嘛 它都尿在一起 尿急乱点了 刚刚我也说就是放风筝感觉是一个音细的一个运动嘛 这时候就需要耐心和细心去把这些解开来整理好 这放风筝特别累吧 那么好像是主打一个传统的风筝 我们是传统世家 传统世家 我们做风筝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老公 你儿子吗 有三十年了 做传统的 这就不要了 包括风筝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都是我们的传统 一个都不是买的 包括这个龙头的 嗯 我们最大的龙200米长 我们看了那个你们的龙生也是 我们龙还没有飞了 这次比赛为了场地 他们拿的是中龙 中龙 还有更大龙 大龙没有拿 而且还有 像我们 过于美术馆 博物馆挂着有一条长 200米的大龙 我们中央电视台也播出来过 放了 挺飞起来了 嗯 那推广这个风筝的那个氛围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杭州很好 很好 大家全国故地啊 也没有我那么好的原因 因为我有两个博物馆 嗯 一个是 风筝博物馆 一个是平衡政治服务 今天有三楼 第一楼是做风筝的 第二是登彩 我们每年营销子 第三楼是我们现在 是第二课堂 学生上课的 嗯 我们礼拜天 呃 礼拜六 弄多是 满满 因为我们还 太累了 而且 真的放了 把管理的事情 放掉 所以再千方百计到这里 因为范总 叫我们一定来拆家 一定来拆家 在场好像为数不多的传统纷争也是 那你刚刚说 因为今年去的地方太多了 嗯 我们开头到温州 到温州也去了 城市凉台去放了 嗯 回来 后来到四川了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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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州 我们每年都去 嗯 回来又到清田了 这次清田回去累了 累了 而且这次好像有一点 好像 来不动的感觉了 后来还是来了吧 因为热爱风筝 热爱风筝 热爱风筝 刚看到那个 我们河州都有个小伙子 他手上也都是那个线的勒痕 其实真是一个运动 真的需要你付出很多的汗水跟热血 去坚持下来 这个是真的汗水是 嗯 这个软体的更加累 像这种大型的 你口不出 我们要摇椅在河边 晒着已经飞到河里了 那你刚刚说 我们河州也是把风筝 作为第二课堂 那这个风筝在小朋友当中反响好不好 我们已经飞进校园 我老公是杭州民间公寓大师 我们也是杭州飞业传人 因为他现在带了两个徒弟 我是他老婆 一个儿子 那刚才可能 儿子 我们出去就是 把我们的传统风筝 做传统私家 我们像这种很多 像这个风筝 我们不会做 都是买来的 对 也花了好多钱 买了这个风筝 但是仿佛这个风筝 真的要男人 都是女人不行的 对对对对 这个可以是女 像这种传统的 我们很锁手的 很足利的 因为我们 都年 我参加比赛也有快30 像这种传统的 我感觉这个更讨厌这种细心程度 因为他多 是的像这种 谢人家理不错的 我回去一点一点会理出来 这个那也是个天赋 是的 来大姐我 这个真的是的 我李谢李龙 该是龙坏掉了 我有名的 但是我在全国过地 那个女的放大龙的 我每次去都是放大龙 因为他们全国过地的风筝朋友 都认识了 是经过不让虚没了 都认识了 那也不打扰您了 等会是吗 肯定 我们等会期待一下 早上已经半天了 接下来还要放龙 体力消耗特别大 嗯 现在 残虫要好 下体力消耗大 嗯 刚才被一条摇椅 掉到河里洗了 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 是很危险的 如果献发蛋粮 全部在河 嗯 像 那一个 蜂 早上 现在呢 就是在田里 嗯 像这种传统的 弄在赖泥里里 拿起来 它这种手工绘画 就不太有用了 嗯 嗯 好了 大家谢谢您啊 谢谢 这是个资料吧 资料啊 嗯 非常有杭州特色 江南特色 蝉 嗯 嗯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来到了 美丽乡村 感受了一场 别看竞技风筝的一个 嗯 盛会吧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浙江 美丽乡村有了更多 它的一个 生动践行 除了一些 保护和开发的绿水清善 也有的赛事 和国家 把目光放在了我们的美丽乡村 那我也期待着 呃 我们浙江的美丽乡村以后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国际友人 呀 国际目光能够聚焦在这里 也希望 风筝作为一个竞技的项目 能够得到 更大的 一个 发扬观大 和创 谢谢各位的棺材直播 请关注我们的 潮新闻直播 sigh 谢谢 motherfuck needs 接下来 谢谢晚安 rt 新闻